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终于是收到好消息 10月份的CPI数据大幅低于预期 显示通胀降温 这代表投资人可以准备进场了吗 此时投资人该如何解读市场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福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最新的走势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福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本周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郭先生你好 郭先生本周中期选举结束了 那选举结果符合华尔街的预期吗 对于本周美股市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中期选举还未以尘埃落定 有些周的计票还没有结束 但总体来说 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华尔街希望看到的 华尔街希望看到共和党在选举中 能够红潮滚滚或者压倒性的胜利 控制参众两院 形成跛脚的政府 因为一般而言 跛脚的政府通常对股市是有利的 一些对股市不利的政策可能很难顺利通过 比如说提高征税或者对人员进行严格的监管等等 股市历来有超前性 在中期选举之前市场已经按照这个结果走 关注行业板块的投资人应该会注意到 人员大型药厂国防等受益于共和党的行业都表现得较强 市场也提前上涨 现在看来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已无悬念 但参议院花落谁家还很难说 这一结果令华尔街失望 所以周三市场出现了卖压 人员大药厂等相关行业均走地 当然加密货币市场的崩盘 也是周三打压股市的原因之一 但是与周四通胀数据后 市场的强劲攀升相比 中期选举后的下跌 只是上周五开始的反弹中的一个不和谐的因果 好的 另外在财报公布方面的上季度财报表现如何有显现出经济衰退的讯号吗 第三季度财报已接近尾声 标普500成分股已公布业绩的公式 有七成盈利超出了预期 基本来说 本次财报还会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的信号 但是高通胀高利率等大环境下 企业的盈利成长前景还是面临挑战 到目前为止第三季度标普500指数盈利成长在2.2%左右 是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成长最缓慢的一季 而对未来前瞻指引不乐观的公司约占一半以上 过去几个月 华尔街分析师已陆续调低了2023年公司的盈利预期 下调弧度在5%左右 如果环境继续恶化 盈利预期还可能进一步的下调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标普500公司的盈利将出现负增长 但是普遍预期到了2023年公司盈利将保持增长 好的 另外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周四公布的CPI数字 现在市场预期美联储应该会在12月份放慢升息的步伐 这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0月份CPI指数同比增长低于预期 这对饱受高通胀困扰和联储鹰派政策打压 而疲惫不堪的股市 争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通胀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 供应链紧张进一步松动 库存增加需求回落 导致服装二手车价格下跌 医疗服务的计价方式被重新调整等等 但居住成本还是偏高 该数据缓解了市场对高通胀的担忧 如果通胀持续消退 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改变其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 CPI数据之后 市场对12月份加息弧度和美联储利率分值的预期都下降了 国债利率应声走低 10年国债利率跌至10月初的低位 美元指数创了2009年以来的最大当日跌幅 而随着利率和美元的走低 股市当日也出现了明显的行业板块轮动 受到利率打压的成长股大幅反弹 对利率敏感的不动产信托 房间三等的涨幅均有不熟的表现 好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那么还有哪些投资人需要留意与关注的议题 我想投资人在未来要关注的仍然还是通胀 也就是说最新的通胀数据表明通胀真的是见顶了吗 如果是那当然是皆大欢喜 历史数据证明在通胀见顶之后的半年 一年和两年内 美国股市平均涨幅分别是5% 11.7%和15.4% 但是仅凭一个月的通胀数据 似乎很难确定未来通胀一定会回落的大趋势 虽然这种概率可能很高 大家应该还记得 今年7月份通胀数据回落时 也曾让投资人大喜过望 认为通胀压力得以缓解 猜想美联储明年中就会开始降息 美债利率大幅下跌 股市随之走高 但结果却适与愿违 美股最终还是被继续飙升的通胀 和美联储及其鹰派的紧缩政策所击垮 再次探新低 那么现在是7月份的情景在线 还是通胀真如投资人预期的开始退潮 市场从此可以平步轻云呢 扔须进一步的检验 在12月份美联储利息会议之前 还将公布一次最新的就业数据和通胀指数 都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但不管怎么说 10月份的通胀数据的确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外根据统计 美股历史上在中期选举之后 市场大部分时间的表现也都是可圈可点 因此投资人现在应该保持审慎的乐观 可以提高多头仓位 但要切记 仍要做好严格的风险管控 以防市场再次误读通胀的含义 挫毁了美联储的意图 郭先生表示 本周美股虽然因为中期选举结果 令华尔街失望 市场是出现了一波小幅回挡 但在周四的时候 10月份CPI数据的公布 对投资人来说 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令人振奋 股市大涨 但郭先生也提醒大家 仅凭一个月的数据 还不能就断定通胀已经回落 所以投资人虽然可以开始 提高多头的仓位 但是还是要谨慎乐观 做好风控 以防错读市场信号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 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